立法会选举结束 地区直选结果在下午4点多 而这即是投票结束时间 接近20小时后才全部公布 俗称超级区议会的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 是现在唯一未公布结果的界别 来近新一届立法会的议席分布 70个议席入面 建制派在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 一共拿到40席 如果现时超区的中期点票结果维持不变 非建制派将会占29席 他们保住24席表决重大政策时 有否决权的关键议席数目 至于在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议席 非建制和建制的形势也将会不变 继续各占一方的多数议席 今届的投票人数和投票率 都创立法会选举的新高 投票人数有220万 投票率就是58% 我们先看看已经公布的结果 距离投票结束时间足足18个钟 5个地区直选一面 最多参选名单的新界东 终于宣布结果 葛佩范 杨岳桥 张超红 陈克勤 陈志全 林卓廷 梁仲恒 荣海恩 和梁国洪当选 最后一直增持激烈 方国山以1000票输给梁国洪 再次在立法会选举落败 新界西首次参选的朱凯迪 拿到8万4千票当选 比现任议员田北辰多万多票 陈恒芬 郑重泰 梁志祥 墨美娟 郭家琪 尹兆坚 何君尧 就击败李卓人 拿到最后一席 香港道方面 叶楼淑仪 拿到超过6万票牌首位 首次参选的罗冠聪 由勞工转战直选的郭伟强 都顺利当选 其余三席就由 许志峰 张国军 和陈淑庄奪得 被视为黑马的王维基 只是牌第七 以2千票左右落败 最少选民投票的 九龙西 蔣麗云高票当选 之后分别是 梁美芬 刘小丽 毛孟静 黄碧云 而游慧晶 就以大约400多票之微 击败黄毓民 全区陆直 由女性包拔 九龙东方面 柯创盛得到最高票数 胡志伟 黄国健 谢伟俊都连任 除了柯创盛 这区还有谭文豪 会是新一届立法会的新免行 今届地方直选 超过200万张有效选票 四成投给建制候选人 非建制的得票 占整体大约五成半 当中泛民候选人 得票大约74万 另外44万票 就投给以本土旗号 参选的名登 占总票数的两成 比上一届 投给激进民主派 一成八的人 比例更多 中间派和其他参选者 得票比例 就比上届多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轻报导 目前还剩下 续称超级区议会的 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 还未点了票 跟占前面谈谈 点票的进展是如何 梁安 其实在点票中心 下午五点左右 已经完成了超级区议会 九成的点票程序 现在就等最终确认结果 消息就说 相信最终的结果 大概希望可以在七点左右完成 根据本台的推算 民主党的邝俊宇 相信可以稳夺一席 之后排名的就是 李慧琼、梁耀宗和周浩鼎 相信最后一席 就会由民主党的陶锦身 以及工联会的王国卿之争 现在大部分的候选人和团队 都在这个区域等着 他们会在这看着公布最新的点票结果 先将时间交回给新闻部 好 至于首次参选的本土派候选人 一共取得到七席 其中六席是来自四个地方船区 多谢她 多谢她的女儿 那因为 其实她 土地正义联盟朱海迪 第一次参选立法会 成为新界西票王 希望她明白她的爸爸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 是为了我们香港的未来 十年前朱海迪组织保育天星和皇后码头运动 参与反高铁示威 保卫蔡元川等等 同样主张民主自决 参与过占领行动的大专港司刘小丽 曾经为小贩公民抗命 非法摆卖被票控 出选九龙西在民主派里面得票最多 我之前一直可能知名度是比较低的 是直到选举论坛之后可能是比较多公众的注意 占领运动之后 学联和学民思潮前成员成立香港众志 主席罗冠聪因为善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成 被判社会服务令 他在香港岛得票超越其他民主派 成为最年轻的立法会当选人 三个新人都曾经在选前多个民调 陪会美籍或者落败的边缘 本土民主前线梁天琦 今次不获参选之甲 转为支持去年以散兵姿态 参选区议会的青年新政赢到两席 因为我觉得今年立法会选举 政府处事手法很有问题 就算赢了我自己不觉得特别开心的 我没有办法 现在很肯定地回答你 我一定会合作 又或者我怎样去跟其他人合作 因为很多事情是要两方面去看看 大家是否合不合得才可以谈得整个事 而组织光伏反水波行动 在大学担任导师的热血公民郑松泰 也都成为议会新面孔 有学者认为民主派支持者投票给新人 希望带来改变 传统泛民所谓三十年一事无成 不能够争取到政制的改变 或者很多的改变 于是很多人都会有动力 去投一些新的候选人 本土派连同人民力量 社民年和热血公民三个激进派 拿到地区直选议席的数目 大约是非建制的一半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报导 多个泛民资深议员落马 有泛民认为显示选民求变 整体来说非建制派表现理想 1995年起透过直选 进入立法议会的李卓人 到今届面对从政生涯最大的挫败 同属工党的何秀兰选情也失离 令工党的议席由上届三席 减至张超雄的一席 配票会否令到最后我们落选 我觉得这个其中一个因素 只是我想我们要检讨的 不是市民的配票成功与否 而是整体来说 我们是自己的工作 哪方面做得不好 公民党新人谭文豪 成功接党魁梁家杰棒 在九龙东奪得一席 民主党有新界东的林卓廷 新界西的尹兆坚 和香港岛的许智峰当选 选前 港大法律学者戴耀廷发起雷动计划 希望协调泛民的支持者 争取更多的议席 到投票日的前夕 多个民调支持度较低的候选人 宣布棄选 有泛民相信雷动计划影响了部署 一出到雷动的讯息 说汽补哪个 又或者说 我的情况就是你救票了 这个影响多大 就是令到一个很错误 混乱的讯息 令到选民不知接收了之后 无所释从 这个是值得回去想想 因为这样可能 白铁这么说 好心做坏事 上届新界东 以票王姿态当选的 社民连梁国雄 比上届少了万几票 他说一开始有落败的心理准备 如果有些市民是觉得 费了票给其他人先 然后才再给票 当然他表示了态度 就是他希望其他的议员 肯定当选才考虑我 这个是无可能的 民协的冯剑基 和新民主同盟的范国威 都未能够重返议会 这两个党都要告别立法会 无线电视机者张家豪报道 建制阵营方面 亦都有加盘的情况 一些新人成功入局 建制派多个政党 派出多名新人参选地区直选 合共获得16席 民建联派出的7张名单 全部当选 比上阶少了两个议席 张国军和柯创成 分别成功在港岛和九龙东接派 由于今次我们是有很多新人接派 也都加上现在选举形势 政治形势这么复杂 所以我们早前中委决定 就用一个比较稳定的策略 其实对于结果都是感到很开心 自由党派出李子敬 火柏排排在名单第二的 荣誉主席田北俊出战新界东 但接派失败 在地方选区一直不保 自由党是没有装脚 因为我们在新界东 一位区员都没有 平时的地区工作又不多 我纯粹是靠我个人的知名度 田北俊的票是过不了给自由党 自由党的票更加过不了给李智敬 新民党历战的新人容海恩 就在新界东拿到一席 令到新民党在直选的版图 扩大至三席 虽然他是个新人 但不要忘记我们新民党公民力量 在新东都有十几个区议员 以上在劳工界自动当选的 工联会邓家彪 转战地区直选就失利 令到工联会 未能在新界东开拓以席 无线电视记者 占前荣博 传统功能组别选举也全部有结果 30席传统功能界别 今届有18个界别都出现竞争 其中泛民5个现任议员成功连任 包括法律界 会计界 资讯科技界 教育界和卫生服务界 社会福利界的邵家俊 以4600多票赢出 为泛民保住这一席 在建筑 测量 都市规划及原景界 泛民游大学任教的姚从严 以482票之微 击败了现任议员谢伟全 自由党也都成功守住现有四席 包括饮食界的张宇人 批发及零售界的邵家辉 航运交通界的易志明 纺织及制衣界的钟国斌 但是陈浩廉在商界第一界别 挑战现任议员 京文联的林建峰失败 京文联的张华锋和卢伟国 亦都分别在金融服务界和工程界连任 医学界方面 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前会长陈佩言胜出 他说无意加入任何政党 会寻求和其他独立的功能界别议员合作 其余由建制派候选人成功连任的议席 包括渔农界的何俊賢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的马逢国 以及旅游界的姚思荣 另外12人自动当选 包括乡议局的刘业强等 劳工界三席、金融界 以及工业界别等 无线电视记者陈兆恒报道 我们再看回立法会选举的消息 多个票站安排都出现混乱 包括多个票站要近凌晨2点半 才要完成投票 选管会就事件致歉 投票结束的时候 港岛太古城的票站外 仍然有长长的人龙 期间有人鼓措 一个这么大的住的地区 太古城没有可能这么小的游政局投票站 那当然是继续排了 我排了三个小时 你叫我现在放弃吗 工作人员晚上10点半拿着告示牌 在农尾节龙 票站最终到凌晨近2点半 才被所有节龙前排队的选民投票 蓝田这个票站同样过了投票时间 选民也打蛇饼 选管会主席冯华 就太古城票站投票言误 向公众致歉 解释是租借不了上次选举用作票站的学校 今届这所中学是拒绝借出 太古城全区只有一所中学 所以我们只能找到一些比较小的场地 事实上我可以说 今次这个安排是不理想的 所以选顾会一定会详细检讨和跟进 在大埔的香港教师会 李卿贵中学票站 凌晨4点点票之后 发现多发出近300张选票 候选人代理要求重新点票 但是就监票问题多次争论 有在场监票人士说 选举主任早上一度限制 只能再多10个人入场监票 遭到在场人士的反对 不过选举主任坚持说有权地做 今次选举有560个投票站 转为点票站 包括学校、邮局和政府诊所 由于投票而误 部分票站没办法赶得及 早早归还场地 其中这间位于柴湾的幼稚园 包括票箱等选举物资 到早早仍未运走 下方说要安排地方 给票站职员休息 部分货堂受到影响 无线电视记者 闪志报道 旅选举物资楼 如山洁 中心 公民资楼 请不吝点赞和 请不吝点赞和